各位現場的朋友 在LINE的朋友以及領袖的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BWTALKS改變正發聲 由商業週刊舉辦的 哪些人哪些事 從此改變了2020 這個系列節目中有十個關鍵字 十場跨界大會 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是 鍵盤救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吳宜慈 今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人民非常的恐慌 開始在瘋搶口罩 這時候有來自於民間 以及政府的工程師 合作的在72小時之內 成功的上限 口罩實力制 同時今年4月 有網紅以及 更多的網紅 更多網紅的設計師 共同在舉辦的一個 為台灣寫給大家的一封信 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 一天內就募資了1900萬台幣 大概不到46個小時 今天我們會來多談這些議題 不過在節目開始之前 也跟現場觀眾朋友預告 我們在節目的尾端有個橋樑 你問我答 現場朋友也可以想想 想問我們的來賓什麼樣子的問題 趕快問我們 我們等著被問 想必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好吧 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今天一開始 我們先來介紹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首先要介紹的是唐鳳委員 唐鳳委員 您是被榮譽為台灣天才IT大神 對吧 這是日本的一些網友的稱呼 跟我實際關係沒有很大 是一個動漫角色 實際關係是 因為他們是君主制 才有大臣 我們是民國 民國哪裡來的大臣 不過現在是台灣首位 數位政務委員 歡迎 歡迎 您成功的將政府實施了 科技轉型 也繼續推動數位社會 創新的服務 最近在忙些什麼呢 最近其實就是有個總統盃 黑客松 我們已經辦到第三年 那最近總統才剛搬出 今年度的五個獎盃 給國內的團隊 那這個每個獎盃 都是一個台灣的形狀 那底下有個投影機 你打開就會投影出神主牌 就是像總統盤給你的畫面 那不管你做了在這個 黑客松裡面 這三個月做了什麼事情 好比像說 有一個叫號職地的團隊 說要在所有的 協制公用空間來重塑 或者是大家現在 有些人可能已經聽過叫鳳茶 就是要大家出門的時候 多帶自己的血糊 不要一直買寶特瓶等等 這五個團隊呢 基本上都是在 接下來一年之內 我們就要把它採納 變成公用政策 所以怎麼把他們的想法 能夠落地 就是我現在最忙的事情 偉人講話快做事也快 是 感謝 接下來是林祖儀先生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祖儀 祖儀現在是臥草有限公司的 創辦人也是執行 CEO 我是臥草有限公司的 共同創辦人 臥草是一個提供給大眾 可以參與政治的一個工具 對 我們在這邊 我們是希望可以降低 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 然後我們也是很希望 可以讓同年齡的人 可以更加的參與政治 那以及 當然有一句希望的話 那就是往上和往下 不同的年齡層 那我們在 我們在最近的話 我們在這半年 我們在挑戰的 也是說 其實今年Pockets 非常的崛起 那我們也發現到說 很多人 可能在交通移動的過程之中 或在做運動 各種事情的時候 耳朵是空出來的 所以沃草今年 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實驗 是我們在2020年的2月 我們推出了 沃草的第二 Podcast的節目 叫做 《沃草喵政治》 所以也因此想邀請大家 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在每個禮拜四晚上 來說聽 《沃草喵政治》 聽你說Podcast 不是也非常開心 對 也有做 對對對 希望我們這是一個全民運動 真的 我感覺得到 Pure Pressure 是不是應該還弄 被換褲燒劇 什麼分鐘之類的 好的 我們的第一小段我想問 關於今年 在回顧劍團救國的經驗 回到今年的時候 所以今天看到 兩位來賓都是在科技界 非常有名的人物 科技 他如何又如何的 改變我們的世界 這個大家實際 非常的了解 聽過的故事也非常的多 但是有時候是實際是 在社會有些事情發生 我們了解到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 自己在當局外人的時候 必須自己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才能 才了解 原來科技 真的真的做得可以這麼多 就像這次上一週看 為這次台灣動員防疫 做得最好的註解 就是 鍵盤救國 還是來真的 我們先從 我們先把大家帶回 2月2號當天 2月2號 疫情相當的嚴重 跨部會資訊 相關部門 集取 喊點資源 2月3日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召開記者會宣布 要在三天後 口罩實名制要正式上線 接著就花了兩天的時間 修改系統 測試壓力 2月6號 實名制 正式上路 觀眾朋友不知道是否知道 這一道工程 其實當初 預估需要五天的時間去完成 結果 靠了官 民的合作 工程師 以及高技術的熱血駭客 鍵盤救國 從五天 變到三天 到最後的一天半 完成這個 不可能的任務 鍵盤救國 從今年 來看 真的不是來玩玩的 是說真的 可是雖然鍵盤救國這件事情 理解 很容易理解 但實際上要做 非常難 請兩位回想 請問一下 今年初 在您測動 鍵盤救國經驗中 有哪一些環節 與要素 是可以決定行動的 成敗的關鍵 假如說 比如說 委員 當時您擔任政府 與民間工程師之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溝通的橋樑 協同帶領工程師 在 這是另外一個 48小時內 除了口罩實名制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關鍵 也就是 藥局版的 口罩存量的一個系統 2月6日 跟口罩使用制 同時間上路 事後 確實其實有 民間工程師 把這個開放石碼 給 其他國家的開發者 讓其他國家也可以 做同樣的事情 不過 他們的結論卻是 台灣的經驗 非常難 複製 韓國在3月就不行 韓國那一群人大概14、15歲 是花了一個月 所以請你談談 為什麼 台灣在這一塊 是有什麼樣的優勢 讓我們可以獨步全球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要試了 就是 在當時 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大家主要的想法是說 到底有沒有人告訴我們說 要怎麼樣子好好的使用口罩 因為當時對口罩到底應該怎麼用 他沒有洗手其實沒有用等等 的這些想法其實並不是所有都很了解 那當然便利商店的員工是萬能的 那他多出一萬能一能告訴你口罩怎麼用 也是有可能 但是總是沒有像要是這樣子親切 而且是受到社區的尊敬嘛 那所以當時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與其是讓小部分的 就是能夠去便利商店用 Mobile Payments 就是行動支付或寄密幼遊卡 可能只有五成六成的人 買得到比較多的口罩 不如是讓比較多的人 超過七成八成的人 只要是像慢性儲胖倩一樣 拿著IC健保卡去藥局 就可以買到口罩 而且這樣子的話 藥師在告訴他們一些 應該怎麼用的一些Pro Tips 就是一些小秘訣的時候 大家是比較相信 因為他們是Pro嘛 就是專業者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穩定的 一個醫療系統 然後醫藥分業 然後大家對於藥師的尊敬 然後以及對於健保卡的這個信任 知道說他絕對不可能去拿做商業融途 他必須一定要做公共服務融途 這些加起來才是我們這個一個創新的基礎 那如果談到口罩池民事這時候 這三天內一天半 四天 我已經到底花了幾天的時間 一天半 這個時候的過程是怎麼樣 您當初做這個溝通的橋樑 可以給我一點概念 其實他是想法非常簡單 就八個字嘛 你行你來不行我來 那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民間只要有想到更好的想法 好比像說像吳展偉 和江明宗 甚至在我們這個聊天室頻道上面 突然一個Frank出現 說這個只有地圖能用嗎 我是做Chat Bar 做聊天機器人 能不能用 我當然說都可以用啊 那所以就把大家放在同一個時程裡面 後來發現Frank 他是一個叫做HTC DeepQ團隊的一個PM 那他的作品呢 就叫做疾管家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疾管家是 那Line上面很可能都會加的一個BOT 所以一下子就把 我們一開始本來只預期 可能一百萬人左右使用的 這樣子一個口罩地圖 一下子就提升到 接近一千萬人都有使用 大概一半的國民 都有用過口罩地圖 來找到最近的藥房 藥局 對不起 那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藥局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承擔嘛 就是說任何時候 大家對這個系統 有什麼批評指教 那我們就要答應說 在接下來立刻 可能隔天 我們就要把它改好 好比像是我們第一天發現 鑰匙們都在發號碼牌有時候 然後號碼牌換健保卡 所以這個口罩地圖上面的存量 就跟實際的存量不一樣 那所以呢 我們就必須要立刻就加上 它的營業時間啊 或者是它的發號碼牌的方法 或者之後呢 甚至我們開發處 讓它按一個鍵 就可以從地圖上消失 等等的這些做法 那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如果大家沒有一個固定的想像 我們提出一個拋磚引域 說它可以長這樣 那一旦更好的東西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要馬上說 那你行你來 是鑰匙們這個想法才對 不是我們強迫鑰匙們做任何事情 在這個過程之中 您一直很謙虛的說 您的工作 只是把民間社群的貢獻匯定起來 可是政府協調跟民間串聯 這中間 想必非常複雜 您是如何去把溝通這個角色做的 這麼完善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解釋我們做任何事情前 先解釋後頭的原理 那所以像當時其實很多人都有聽過一個數字 就是說 只要有四分之三的人戴上口罩 並且勤洗手 那我們的R值就會小於一 那R值小於一的意思就是說 就算有零星的社群感染 它也不會變成社群傳播 在二月初的時候 這個能夠很順的這樣講出來的人 可能還是少數 大家每天下午兩點聽Podcast 不是啊 聽那個指揮官記者會 連續聽了一個月之後 大家對於什麼是R值啊 怎麼樣啊 其實大家都朗朗上口 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 每個人自己把科學原理 在心裡有一份備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只要說 我們為什麼要用口罩實名制 是因為要避免囤積 要讓大家就是把這個R值一起減低啊等等 這樣他就聽得下去 那如果一開始不解釋後面的 就是公文衛生或科學原理 只是說你得這樣做 我得這樣做 那這樣的話新的想法就比較容易出現 OK 謝謝文衛 我們先來聽聽看民間當初是怎麼想的 主委 您當初是有共同一起 直擊這個1900萬台幣 是的 向國際發聲 這個又是一個另一個層次的一個 鍵盤救國 這個出發點是一個善 把鍵盤救國的概念 與這個定義拓展得非常非常遠 當時候想回應有幾個問題 您對這個草根行動 你覺得它效益如何 二 第一個是幕後的運作一定是非常複雜的 有哪一些幕後的經驗您是可以分享的 第三個您在準備這個時候呢 剛剛委員所講的 當初其實您那時候看到的是什麼 您那時候讓您啟發的是哪些東西 在這邊的話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說 其實這整個事情的發起 坦白說就是一個衝動 那時候在4月9號的白天的時候 當然就看到 那個 WHO的秘書長譚德賽 他在一個國際紀念記者會 這樣子通平我們台灣 然後於是那時候就 那在國內就看到許多的新聞提出來 那這時候 本身看到的話當然也會有許多的憤怒 那不過因為白天也還要上班嘛 我也相信其實 現在在看直播的大家 其實很多人平常也是有很大的生活壓力 所以我們在白天的時候 是也沒做什麼 然後印象也還蠻深的 其實那時候在 已經到當天晚上10點11點的時候 就我的另外一個好夥伴 迷走工作室的張少年 然後他就和我聯絡 然後討論說 我們有沒有機會來做一些事情 那這邊回補一個之前的脈絡 因為那時候在6年前2014年的時候 當時 因為當時台灣發生了308運動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想著說 我們也想著說 關於這件事情 我們有沒有機會讓 國際很多人也看到 然後那時候讓 讓國外的人也可以來關注台灣 一個民族的運動和相關進程 所以那時候就我跟少年還有 在6年前我跟少年還有幾位夥伴 包含運動證實際師等等 當時我們就發起過一次的 的集資 然後那時候針對國內的頭版 然後跟 跟國外的紐約時報 那在這次的時候 我們就想著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對 這個 我們對這個世界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說些話 然後來表示說 我們並不是彈得賽說 講的那樣子 一個那麼不好的國家 以及更進一步的 我們在防疫的過程之中 我本身是很會台灣覺得驕傲 也包含像是口罩地圖等之類的 這也都是讓我個人和家人都 非常的方便 我就覺得我們租得很好啊 那怎麼可以被人這樣說呢 所以就在這樣的一個衝動之下 然後就打開了這樣的一個附門 但是在那天晚上 大概11點左右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電話聯繫 然後就都敲了幾位夥伴 然後就是包含 那個聶偶生設計師 因為他是我們6年前有合作過的 然後以及像自己七七阿滴等夥伴們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等於說 我們要開始衝 那那天半夜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寫文案 還有更重要的是 來聯繫聯繫時報 先敲定一個廣告的版位 那在那時候大家還不知道的是 大部分都還不知道的是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進去集資之前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跟紐石下單了 不過就是我一直相信說 我台灣的公民有這個力量 然後一圈有滑天了幾百萬 好好簽下去了 那當然只是這樣子過去之後 後來就是在很快時間 等了16個小時之內 有26900多人來享用支持這個活動 那我相信我們幾次的時間 如果拉長的話 肯定會有更多人 或者是因為當時一發起了之後 很多人很關心 所以其實就是很多人卡住很久 然後其實幾乎卡了 卡了五六個小時左右了吧 那我們才找到方法的解除 那不過在很有限時間之內 還是有兩萬多人的響應 而也在這時候 我們開始遇到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折 就是因為我們這邊的出發點是散的 我們希望讓國際看到我們的聲音 可是另外一方面 那時候網友也開始就陸續來回歸說 回歸說其實他們在國際上面 似乎沒有看到太多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們這時候要針對 彈得賽的話 我們這樣格局是不是太小了 那已經就是這樣相關的 就可能不見得 就不見得逢我們一開始 就是我們想要針對回歸的那件事 那在這邊我覺得 有一個很棒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其實那兩天 因為那時候是週五發起的機制 然後那週的六日其實 就是真的過得很不好很難受 因為就是網路上就有很多人 是反過來批評說 不應該有這些事情 那或者說就是直接退款吧 那在這邊我覺得 在這次的機制中我覺得 是值得驕傲的是說 在以前的時候 集資常常會只有幾個集資發起人的事情 但這次卻是除了發起人以外 還有包含參與的券款者 甚至廣大的網友們提供了許多意見 雖然許多意見看了之後 內心會當然就是 玻璃就會很多的破掉了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很中肯的建議 所以在這邊就是比較實際上的話 只是說 我們在整個過程 像是我們預定看在柳池上面的文稿 我們都是在第一時間的釋放出來 那於是那時候有大量的網友們提供了回饋 所以我們出了第二版第三版 於是我們這樣既有不停的溝通 那這時候後來就出去了效果相對滿意 那這時候可能也包含就讓 歐巴馬時期的駐聯邦大使看到 或是美國民間重要的一屆人士 那其實更重要的是 我們後續就持續的進展 有這筆兩萬多人支持的這筆力量 那就是我們串聯的國際的內容創作者 發了許多的影片 那在這邊就在各國都帶來了幾千萬的相關的點閱 累積起來的話當然就更多 那以及甚至這些多餘的款項我們要怎麼用 我們也是再跟兩萬多人溝通 然後由大家來選擇投票 那於是我們有一部分 大家認為說我們多的款項 我們有一部分是捐給外付 由外付不同籌等等各種各樣的事情 所以在這裡面就是 一開始是善意的發起 並且也很短時間內受到很大的迴響 但中間其實是遇到了很大的挫折 那不會也藉由公民參與的力量 讓大家一起把事情導到好的地方 所以在這邊的話 雖然說我是專業的發起人 可是我會覺得其實我站的就是一個小腳的位置 就是主角就是大家 對就是鍵盤救國其實任何網路任何運動 都是靠著群組的力量嘛 不過你剛剛裡面談到幾點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 您說您先有對公民的信任 在還沒有募到錢之前就已經先下了廣告 這件事情 您是怎麼樣有這樣子的一個信任 那另外一個是說 其實您也談到之後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那當然公民運動很難 它不一定每個公民運動都會成為全民運動 您也是從個人到臥草 從我們就是任何運動從小的開始做大 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東西 你覺得其實是草根運動需要經過的挑戰 它才可以變成全民運動 在這邊我覺得會有幾個觀念 第一個是會需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像是說當時 光是以我們那時候4月發起的 這個26000多位民眾寫給世界的一封信 這個集資專案為例的話 當時我們因為就是秉持著這樣的一個信念 所以其實看到很多的批評 可是就是至少還是撐著 而不是就是就倒下來了 而現在很實際的就是說 今天在所謂的鍵盤救國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有鍵盤這武器 但是我們這武器不只是攻擊別人 還有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跟大家互相的交流 所以那時候在4月11號12號的時候 我的臉書有收到大量的訊息 那另外一方面也有許多朋友可能在各地有看到 有人有發個評論的話 他可能就會tag我 那時候其實時間很短 而且我們還要執行很多項目 可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每一個訊息都有回 然後並且把相關的內容整理起來帶到團隊 那這樣的話就是比較能夠讓 所謂的鍵盤救國不是幾個人的事情 而是真的許多人來到一起 不過在這邊的話也就是並不是只有帶 正能量的雞湯給大家 在這邊的話反過頭還就是說 可是如果當 當 很多人建議 很多人建議說這樣做是不對的時候 那也很實際的是 看我們當時進行的這一溝通 以結果論來看的話 當時的話的溝通是成功的 那我們修了100丟100 後來的時候受到了支持者的支持 於是我們順利的看上去 但如果反過頭還就是說 支持者如果反對不支持的話 那這邊也很實際 就是我們就會需要做調整 那這個時候看出我們改成做 改成做怎麼樣的方向 那在這邊的話當然就是並持著說 就是要和支持者充分的溝通 所以這邊歸納起來的話就是 我覺得是我們在計畫更新的時候 有句詞我覺得寫得很好的是 不便的初衷但不斷的溝通 透過不斷的溝通 然後來找到正確方向 那如果最後發現方向是錯誤的話 那也當然就是要停止 並且造成大家的困擾 嗯 其實就是就像一開始說 是畫憤怒為力量 那當時我的通文成員 很多人看到他們第一版的文稿 然後說怎麼有這麼中二的文稿 而且還說要代表全台灣 那是哪裡不得盡 那後來我也鼓勵他們 有些還是專業的外交人員 對我就鼓勵他們也畫憤怒為力量 就是進入他們的那個 之後有AB稿 就是兩版的稿子的共同編輯小組 那我是覺得說 就是不斷的畫憤怒為力量 我覺得才是溝通的精髓 就好像說 鑰匙們一開始對口交實名制 如果有發號碼拍的話 也是很憤怒 但是第一時間他們發現 他們的feedback 我們並不是不看 我們是立刻就把它納入 指揮中心接下來的 就是Iteration的疊代裡面 而且這個疊代的長度非常的短 就是24小時 那接下來可能是一週一次疊代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我的憤怒有一個地方可以去 那就變成共產創作的理由 這邊也有個小分享的是說 當時因為收了一些回饋 所以我們也很快做了調整 就變成說 我們不是寫台灣人給世界的公信 而是說到說 兩萬多位公民給世界的日風信 有參與職務的那些人給世界的日風信 然後還有一個可以分享的小部分 例如像是 因為今年就是有一個很大的罷免案 就是高雄市長罷免案 那在高雄市長罷免案之後 然後後來 因為我在過去的時候 也非常長期的推動台灣的罷免權 那後面接下來 則是台灣在各地有發起一些 對於議員的罷免 那在我的視角中 我覺得這次也報復性罷免 那例如說 針對高雄市議員黃捷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我就有問他聊說 那他對於這樣 報復性罷免的看法是什麼 那我覺得有個很值得參考的是說 他就是 他覺得說 就是 有一群人鎖定了他 但是如果假設這股力量 真的衝破了那個 那個制度的那些相關門檻的話 那他也不會把它看成是一個 報復性的罷免 而是一個就是 民眾的相關的意志 那這邊的話 那他就會 需要做檢討 然後等等相關的事情 那所以這時候我覺得 也是回頭呼籲說 今天當許多的公民給予 意見的時候 就我們不能夠先入為主的 報紙的說 今天他就是要反對 而是好的看 而您講到這一點其實 不管是劍盤救國 還是任何的草根運動 在社會上的運動 他其實都是有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政治的層面 一個是社會的層面 在政治上 像您剛剛講的 他可能會碰到 可能會覺得有不公不義的事情 他想要有帶的是有點革命 或是造反的一個形象 他其實最終就是要 爭讀政府的機制 然後突顯我們的公民權 我們每個人在下 跟網路上都有的公民權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種的是 給社會上的一個回饋 他可以保護人民 他可以補強政府的一些效能 他促進的是一個開放 透明 團結的一個公民科技的一個時代 所以接下來 其實剛剛已經談到一些 在鍵盤救國能在運動上做的事情 說想回顧一下來看 其實鍵盤救國當然不是一個新的一個概念 很多國家也有不同的案例 台灣的話呢 2008年野草莓運動 這個時候 我們也開始看到一些不同的 新的串聯模式的時候 台灣的網路剛開始 部落格非常的模樣 隔年莫拉克風災的各種救援的重建 也大大的展現了人民的力量 之後一路去看到2010年國光反時 2014年當然太陽花學運 直到今年 早一步預防疫情爆發的古照地圖等等 在台灣來講 當然兩位都是非常 在業界都是傳奇的人物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說我們講到說為什麼要做一些草莓運動 為什麼要做一些鍵盤救國 兩位都是從個人開始 不同的身份 現在是一個組織性的一個東西 想請教兩位 在台灣的公民在點燃熱情這一塊 到親自的參與的程度是如何 要怎麼樣做成一個成功的 網路鍵盤的公民 換句話說 是什麼樣的我們什麼樣的環境的改變 造成於現在大家做的一些決定 我覺得有兩個吧 一個是說如果你沒有辦法上網 那當然就沒有辦法成為 建盤救國的公民 那這個乍停之下 是好像很基礎的東西 可是那是因為在台灣 我們有所謂的礦品人權 那礦品人權 意思就是任何地方 如果你沒有就是 10Mbps的網路速度 就是上傳下傳的頻寬都還算可以的話 那其實就是政府的問題 就是我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想法 就讓我們在特別是在健康上面 在教育上面等等 可以不會變成是說 我們推進了新的健保的制度 或者推進了新的教學的教材教法等等 那就把那些聯不上網路的人 就忘記在一邊 然後就落在一邊了 所以這個我想一直是非常重要的 一直到5G的我們的 就是競標的結構等等 都是所謂的越偏向越先進 就是目前越沒有4G的地方 就要越先有5G等等的這樣的做法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當大家都能夠連上網路之後 讓大家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梗 就是讓大家能夠很容易remix 那好比上說像這邊說 台灣Can't Help That Us 其實台灣Can't Help這個梗 其實本來是衛福部的 他們本來是在WHO的時候 從台灣需要加入WHO 那發現這個不太好用 他們就把他反過來 變成WHO 如果沒有台灣 就沒有辦法完成他們的使命 所以就叫Help For All 台灣Can't Help 那這個想法一出來 發現各界都可以使用 不是只有WHO 而是任何對台灣的外交地位上 提升的朋友們 都來用這個hashtag 所以大家也慢慢忘記說 這個本來是衛福部的 然後來外交部啊 我的名片上啊 他們的網譽上啊 全部都是用完全同樣的這個hashtag 所以就有一個大家能夠remix 能夠去混搭 這樣子的一個梗 那這個梗呢 通常要好記 而且要非常catchy 而且要extensible 就是說 你去搭上什麼就是百搭了 那這樣子的話 很容易就會變成是 大家都能夠參與 而且設置裡面 覺得是有趣味的這樣一個運動 在我的經驗裡面的話 就是 在這邊我就真的是非常感謝 臥槽的長輩還有臥槽的夥伴們 就是因為有他們的存在 然後讓我還有我們 就是可以一路一直這樣走過來 那我們的初衷是希望說 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 那之所以抓在這個初衷 其實最主要是在說 當門檻降低的時候 大家會是更容易的來進來參與 那在我的這些個人經驗中 無論是今年4月的台灣Canel Open的專案 或者說臥槽的 一路長期走來的這個組織 其實我們如果是 時光拉到10年前的話 初衷是很難成功的 可是因為現在就是 網路的發達 還有數位落差的減少 所以在這邊的話 就讓 許多人都可以藉由這樣的媒介 一起來參與 那對於我們臥槽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在 2013年底成立 而2014年2月當時出來 正式對外亮相的時候 我們當時推出來的是 兩個活動 一個是國會 兩個專案 一個專案是國會五雜 我們讓網友們 可以來看到國會直播 那現在一路到現在 都可以看國會直播 於是當然帶給國會的 許多改變 那第二則是 推出了給問的系列 我還記得當時 在2014年的2月到4月的時候 我去拜訪了 好多位當時說要參選 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大家可以猜一看 那時候有多少人 要參選台北市長 大家現在 現在有的印象已經是 當時是柯文哲跟連攝文 可是在2014年2月的時候 當時有13位候選人 然後所以就是 所以當時我們就一一的去拜訪 然後接下來之後 邀請他們來加入 那無論我們是國會直播還是給問 它的重點都是說 它的機制是簡單 直接 而讓民眾好理解 例如說我們把國會無雙包裝成是棒球的形式 事前有預報 當下有直播 事後 當下有直播 以及有主播帶領的大家 事後有 戰報 然後還有 好球 烏龍球 接待球等等之類的 比較有趣的方法 那給問也是 大家就是上來 可以直接問候選問題 或是我來進行連署 那動作都不複雜簡單 於是知道更多公民可以容易參與 很容易參與 而以及很實際的 則是進一步的說 我們的精神都是報紙的開放 以及不只有我們可以成功 所以像是說 我們當時推出給問之後 我們的那些原資碼都是開源的 後面我們也看到許多 不論是政黨或是學校 來使用類似的機制 您提到的棒球轉播賽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趣 因為它讓國會更透明更開放 而讓很多對政治冷感的人 可能因為這樣子而產生興趣 可是您自己也曾經說過 自己是對政治冷感 是什麼樣子的機緣 什麼樣子的改變 社會上的改變 還是你自己的改變 讓你後來從線上轉到線下 當時對我影響很大 是PTT這個論壇 當時在2011年2012年的時候 因為就是我也看到了 PTT的許多的改變 有看到許多的鄉民網友 都會討論社會事事 在以前的時候 相對真的是很少 那或是一路移到現在 討論的真的是很熱烈 然後甚至有時候還會被外界批評 不過在那時候 那是帶給我一個最大的改變 我以前的時候 其實所想像的 我的人生的路徑還蠻簡單的 我感覺就是 政大哲學系畢業 然後還是政大經濟所 所以我所想像的未來 應該是走向 財經消費的領域 例如進行金融業 那不過當時因為看到了 許多的網友 都有在討論社會實施 於是我也就慢慢的開始 會關心相關的事情 那後來對我影響很大 是2013年的紅洞秋事件 那以及 後來2014年的時候 推動各安委計劃 那以及一路長期 從2013年至今的 臥潮 那進來之後 和許多的夥伴們 在這邊一起奮鬥 所以這邊很實際的 就會發現 可能進來之後 我就回不去了 就是 就開始關心公共事務 然後說在這裡頭 想著說 能夠 做哪些事情 無論是讓 組織有序經驗的走下去 或者是說做哪些事情 可以讓 更多的公民 可以參與進一步的 影響到公共事務 這就變成一個 沒有想像 怎麼回頭的 一腳步驚就這樣走過來 我們在國會無雙的網站上面 有時候就會看到 野生的唐鳳正回 出現的上面 對啊 因為我以後有一點 所以我就在 國會無雙上面回應一下 你的質詢 當然PTT 它的功力 它的影響力 當然是 我們知道 從以前到現在 它一直在轉變 對不對 從最早 我們知道一個 大家社會在討論什麼 到最後它的 帶領討論的地方 再繼續問PTT PTT 當然雖然它的影響力很高 它有時候也是會被批評 說它是 一群 鍵盤公主 外人效應 結果沒有人要到場 對不對 沒有人要出來 就躲在鍵盤後面 但之前 高雄少女 被嫌犯困境66個小時的時候 就是靠PTT的鄉民 發揮了客男的精神 發現嫌犯的身份 到最後 協助警方破案 鍵盤 它不是救人 它不只是救國 它也是救人 但我也覺得 PTT以後在台灣 可能還會有什麼樣子的發展 今天對我來講的話 就像 那時候 這時候在回顧我的生命經驗的時候 當時 在可能2012、2013年的時候 PTT很常會被批評的就是說 萬人響應 最後現場就沒有人 所以像當時在2013年 7月20號的時候 當時 紅洞球事件 那有一群網友 在罰款板上面發起說 我們要去國防部 那邊靜坐 那在那天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去支持 然後 我就騎著車過去 不過現在我就想說 如果萬一現場都沒有人怎麼辦 沒關係 我龍頭一轉 我就可以行走 去別的地方 後來我還真的沒有到達目的地 因為就是現場 人好多 我到達不了目的地 我就把機車停在旁邊 然後還試著走進去 那後來一路到說 可能像是 2014年的時候 38運動 在PTT上面有很大的影響 那以及也很實際的 像是說 推動罷免權的各難為計畫 一路到後來 讓罷免法規 進行相關的修法 那使得民眾 有著罷免權的各難為計畫 也是從八卦版上面 所崛起的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是很看到了說 那個PTT的影響力 但現在我覺得也很實際的是說 就是 像我是一位鄉民 可是我沒辦法代表PTT 反過頭來 PTT也不能夠代表我 所以在這邊的話就是 每一位網友 他無論今天或是哪個時代 活躍在哪個論壇 無論是PTT 或是自己的臉書 IG各式各樣的地方 今天我覺得 很多時候就是 大家可能會用 組織或論壇的名證世界 把它掛上了一些 特定的標籤符號或是稱見 那在這邊的話 我是期待大家說 就是不要做這些先論迴族的想法 或是反過頭來監視你自己 在發起一個專案的時候 難道你會希望大家 每看就是不聽你說話 而直接覺得你是好或是不好嗎 我覺得這絕對不是的 那最後回頭提到說 那PTT的未來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當然真的是很難預言 只是關鍵是 有這個社群這群人 他們都還在 那接下來的時候 今天我們當然也不知道說 一個社群他的 心衰存亡史 但是至少可以 確認的是說 這群使用者 不管他在哪個載體上面 他們都可以繼續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它是一個發聲 它可以推動的平台 它可以組織 可是上了平台後 又要做什麼事情 那就是 都是每一位 鄉民網友們自己發起的 鍵盤流過 瑋瑜您對平台這上面有什麼的 更多的想法 因為您之前也做過不同的網路社群 跟不同的平台 當然就是說 我覺得PTT到今年都還是維持著 這樣子一種掀起獄警的這種精神 好比像說 No More Time 在去年 這個 是二月三十一號 推的所謂的 護國神文 它是一個 應該是 問卦 武漢一爆發 非典型肺炎 然後把 李文亮等人的 這些圖片 PO上去 其實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一天之內 它就被推到 194樓 然後 事實上就是大家都從各個角度去檢視 它所貼出來這些圖片 看起來是不是像是真正的 就是意見出來的結果等等 那 中間不太有人在帶風向 也沒有人在就是 說它是哪一個 就是 二毛啊 還是五毛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我是覺得這蠻好的 就是說PTT 目前還是維持著一個 它 因為它主要不是靠賣廣告的盈利 這個是它跟很多大的平台最大的不同 它主要並不是靠賣它的使用者的行為 那它主要的重點還是在社會價值 那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未來在發展什麼樣的平台 其實PTT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啟發 就是說如果你一開始的營運者 就是以大家都能夠參與它的治理 好比想要透過像版主啊 群組長啊等等制度的話 那等於大家還沒有到18歲 還沒有到20歲 就可以藉由參與上PTT 這樣子的網路之一的社群 去學到在一個公民社會裡面 應該要怎麼樣子運作 才能夠到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可以到有共同的價值 就是這樣子真的成年之後 所謂真正法定義上的公民之後 其實才有公民社會可言 那所以我覺得PTT 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 OK 委員接下來有幾個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問您的問題 就是我自己非常想知道 就是說您之前在進入政府工作之前 您是有參與建構 Gut Zero 是您政府的社群網路 是 一直在推透明化開放化 您是從 從 從 在體制外到體制內 您如何堅持 資訊透明化 而且 其實在政府裡面 一定會有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會不會大家說 為什麼要什麼都要看開來 其實我們本來就有政府資訊公開法 其實就是依法我們做決策 就是要告訴大家 那我這邊的主要的兩個貢獻 一個只是說我自己所主持的部分 的話還沒有做出決策 在做決策前 就是各個部會都還在 就是不太清楚這個狀況 比如說電子經濟 到底算是一種文化嗎 它有沒有100年的傳統 對一種體育嗎 它有沒有動到什麼肌肉 那還是它算是一種經濟活動呢 經濟不說我們負責做設備 求員不管我們的 所以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 就是在通常這種情況下 這叫做還沒有做成決定 的時候 一般來講是不公開的 那因為我入閣的條件 就是說我主持的這類的會議 它就是要主次的公開 所以在公開之後 也是PDT 但是就不一定是八卦版 可能是LL版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像什麼巴哈姆特 Mobile01 Yahoo電信 等等這些平台的朋友 看了之後 真的就很專業 就開始進行討論 雖然沒有推到194樓 但是也有很多專業的五樓 就提出了很多想法 比如說圍棋也是一種電競 為什麼圍棋這種電競 有的別人沒有 就是乍停下來有點凹 但是事實上 這個還真的還講得對 這樣的想法 我再把它帶到政府裡面來 那這樣子的話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就不用擔負 創新所需要的全部的風險 其實這就叫做 就是群眾外包 大家想到新的好的想法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採用過來 沒有什麼面子問題 但是它的前提是 覺得大家得知道 我們才做成意思決定前 到底在講些什麼 大家才有事情可以來想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決策前期的公開 那第二個 可能也有所幫助的吧 就是把這樣子的一種公開 變成提到總統杯的高度 就是所謂的總統杯的黑客松 所以不是只有行政院 另外資源也都可以提出他們自己 透過開放資料 跟大家共創的一些project 那甚至在今年的總統杯的黑客松裡面 其實主要就都不是各部會了 主要都是公民團體啊等等 去找說像鳳茶 如果它叫做什麼環保署 銀水基金尾度及水質測量地圖 那我想大概沒有任何人去用 那是因為它叫鳳茶 而且它是連上了台灣這邊的一個文化 的一個傳統 就是你去拿自己的水壺的時候 是可以看到一些特色的店家 可以看到當地地方 創新的一些project啊等等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就跟台灣本來就有的設造 就是設施中心營造 這個文化的系統連結在了一起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FM保署就覺得非常高興 就是我們做那麼多的open data 本來不太有人看的 那現在變成一種全民運動 大家一起來推廣這樣子一種 就是盡量減少塑膠瓶的使用 而盡量多使用水壺的這樣一種全民運動 只要你連續打卡到第50天 大概你的behavior change就完成了 就養成了一個新的習慣了 所以就是說你行你來不行我來的 後面的一個隱藏的意思 也就是說社會上會有越來越多 就是會覺得自己行自己可以來的 這樣子一些朋友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方面 大概沒有什麼雜音啦 因為民主生化國際鏈界 大概部分黨派大概都是全台灣 大家都是一起同意的一些事情 您剛提到許多政府的機構 環保署 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等等的 您其實自己是一個從體制外 從您的教育 從您的自我成長 從您的體制外的一個經驗來的 非常非常特別經驗 但許多人其實也會對體制外的事情 會覺得您今天體制外的人 您很難進體制 就是很大的一個疑問 您是如何穿輸了這麼的 Easy 其實我的這個體制也不是 不是體制 它也是一個體制 它叫Internet Governance 那其實我在這場之前 才剛參加APRIHF 就是在Asia Pacific 我們這一區的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就是大家一起來討論 網路接下來要怎麼樣 彼此治理等等 那所以這個也很有意思 因為其實本來網際網路 就是靠每個國家不同的電信商 跟開發者社區 因為網際網路可沒有海軍也沒有空去 它不能逼著其他人去接上Internet 所以它要能夠贏過 就是所有的在地的這些網路 它唯一的做法 就是透過一系列的政治的體制 去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大家的一個粗略的共識 那這樣的話 這樣大家才能夠彼此接上 就是對彼此都好的這樣的方式接上 那因為我參加這個社群 已經從1995年開始算的話 到現在已經非常久了一段時間 所以非常了解 就是它後面的這種政治運作 就是誰都不能強迫誰的情況下 只靠Voluntary Association 就是只靠大家彼此之間 共同合意 共同願意來做出了一些項目 到底要怎麼樣地說服彼此 所以這確實感覺上 比較像外交工作 但是這個也是Internet 本身的就是網路政治的一部分 所以我是覺得說像 就是為什麼我沒有.tw 但是科索波到現在還沒有.ko 為什麼.amazon是指向某一家電商 而不是某一個石森林 等等這些都是政治決策 而且也有它的政治體制 所以我不會特別覺得我是體制外 我是覺得說我是Internet Governance 這個體制 那代表這個體制 那跟不管是我們的智力的體制 或者學術的體制 相應的體制等等 而進行一些交涉吧 大概就這樣而已 某一林會覺得您從民間的角色 在針對政府的監督 會覺得是體制外內的一個問題嗎 在這邊的話 我在以前的時候的想法 我會覺得說 我在扮演的角色 有點像是溝通體制外 跟體制內的一個橋樑 那不過一度到現在的時候 就是其實我也可以看到 是許多政府的轉變 那再來說 於是就是我們公民的聲音 這都藉由 無論是我自己在握草 粉身傳染的經驗 那例如像我們當時 在推國會直播的時候 在更之前 我自己所看到的現象 會是說 我當時受邀去立法院參加公聽會 那很多媒體朋友在的時候 大家都坐超聽的 等很多 那媒體朋友走了之後 很多人就 也就不見了 或者是相對的就 比較沒精神 或者是在做點事情 可是現在當我們國會直播 開始做起來的時候 後來就慢慢開始發現到說 無論在場的媒體 是多是少的畫面 然後這時候大家都會盡量的要做得好 那其實也很實際的是 可能有些網友看到直播之後 這時候他無論在直播室留言 那或甚至說他直接去委員的臉書 來發言等等之類的 透過這樣一連串的方式 其實這樣就 我們就慢慢的就會改變立法院的生態 例如像我們就會看到說 立法院有時候在討論一些重要的議題的時候 今天他的看板不是只對著媒體 而是對著直播的那個鏡頭 簡單來說他的訴求 他也不知道對面有多少人在看 只是他就知道跟全民進行溝通 說明說他的想像和想法是什麼 那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也就會慢慢的察覺到說 現在 我覺得有個風氣真的是有慢慢帶起來 這邊我也覺得 是唐公政委 真的是一度推動了很多 就是我覺得說我們和政府 或是所謂的體制內 沒有到那麼遙遠 我們可以藉由許多的工具 來反應給政府 又像是在 國發會的 教練平台或是 V台灣等之類的 都有機會讓我們對於公共政策來表達聲音 那或者是 以前我受要參與國市會議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雖然我被邀請了 可是我真的有辦法代表 很多青年講話嗎 我就代表性在哪裡 可是現在我就會開始看到說 例如像是 今年要辦的全國科學技術會議 他們現在也在試著 討論說 如何讓公民有個參與的機制 我都有看到這 各種的想像 而 這都回頭只是回頭講到 我們握到自己 那我們這邊也會不停的 需要不停的求情求變 或是 對 我們會需要不停的創新 像我們做國會直播的話 那我們一開始我們可能是 針對國會新聞 那只是這邊我們也 隨著我們不停的 慢慢發展和成熟之後 那這時候我們開始 到了這兩三年來 我們的觸角開始繼續往外擴大 可能包含說是 國防國際 或者甚至台灣意志等之類 這些都是我們 重要所堅持的價值 那這些我們也都希望 藉此再慢慢發聲 而另外一方面只是 像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推出來的給問的 這個想法 那當時在 14的時候針對台北市 16針對總統 18我們針對六都 可是2020年的時候 我們沒有 推出總統給問 因為我們也慢慢發現到說 這兩三年來 有些人是稱呼說 政治網紅化 但無論如何 我們看到的是說 許多的政治人物 他也會透過自己的方式 無論是臉書 還是任何的媒介 來跟他們的選民 來慶行溝通 所以在這時候 我們沒有推出了 總統給問 而是覺得說 那我們的資源 可以放到別的地方 而之後也會 需要繼續的研發創新 看能夠怎麼樣的 讓公民更容易參與政治 這是我們給自己的挑戰 所以讓公民來參與政治 這算是 建盤救國的最終嗎 這是我們內心一直抱持著 一個核心的理念 那我們就希望說 公民可以參與政治 那也很實際的 在這個願景之下 我覺得這 這是一個走不完的一個 鏡頭 因為也很實際的是 例如像我在兩天前的時候 我就聽說 可能13歲的小朋友 他們就是很重視IG 甚至他們自己IG的追蹤數 人多還是人少 會成為 他人際關係 大家重不重視他 可是他只有兩百人追蹤 有學王姐是幾萬人追蹤 我想天啊 好像比我組織還要多 近代 那只是在學了不同的 世代 那不同的年齡層 甚至一年一年又這樣下去 所以我覺得能夠秉持的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降低公民參與政治門檻的 這個初衷 還有更重要的是 要抱持不停的創新 那這時候才能夠來 繼續推動我們的理念 那委員 其實您這個數位政委的身份 在國際上非常的特別 假如哪一天您離開了 不在政府內工作了 您會如何去確保 說開放政府這個價值 或是台灣一直會有的價值 不過當然開放政府並不是我提出來的 就像剛才這個足以說的 在2014年那個時候 不管是 其實幾乎那是三個候選人 幾乎沒有誰說他不要開放政府的 對 那當時在台南這個賴清德 當時市長候選人要選第二屆 也提出開放政府 作為他主要的競選領人的政見 當然現在我們副總統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到2014年底的時候 已經非常清楚 就是說不吃開放政府這一套的候選人 他就自動落選 那他就是如果接受開放政府這一套的市長候選人 他就不能說自動當選 但至少當選的機率變很高 有些還不確定自己會當選的竟然也當選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就讓大家知道說 這是沒有走回頭路的 所以我們到總統大選 然後到第二次就是2020年總統大選 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不管是在初選階段 還是在真正競選的階段 是每一方都說開放政府非常重要 公開透明很重要 而且指責對方沒有他那麼公開透明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很棒 就是說這已經變成我們一個 就是一個很堅定的一個方向 那我主要的工作其實只是試著讓事務官們 就是我們的常任無關可以了解到說 這裡面其實也可以節省到他們的時間 也可以降低他們的風險 而且可以增進跟人民的互信 那只要常任無關都覺得 這真的對我是沒有壞處的 而且有時候還是有好處的 那我覺得不管是誰指證吧 大概是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這個就會變成是好像言論自由一樣 是台灣這邊的核心價值 而不是工具的價值 那這樣聽起來是已經很多人也在推這個東西 可是那最後一個應該是說 可不可以幫我們了解一下 現在開放政府最困難的東西是什麼 需要跳過哪一個 hurdle 那現在當然有一個困難 就是國際上有一個開放政府夥伴關係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那我們之前其實用個人身份 我也參與非常多次 那當然明晶有更多參與更多次的朋友們 那只是說因為每次他們辦大會的時候 他的那個宗主國就是大會所辦的那個地方 那跟台灣的外交關係這個或強或弱 所以我們中間這個就是在OGP上面能夠分享的部分 也就或多或少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其實不是一個很穩定的情況 那這個更有意思就是說 其實理論上OGP裡面的這些國家可能七十多國 裡面每一個都是有 都通過的 就是說它是已經是有 充滿了自由民主價值 或至少在往這個方向的國家 才能夠加入這個多邊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在OGP裡面的這個定位的不明 一直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hurdle 那這次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吧 所以呢 因為OGP的活動全面線上化 所以當然線上化也就沒有矮跨的問題 我們都非常完整的參與 但是即使以後之後 我覺得我們都還是需要有一個 像OGP的其他會員國一樣的一個 National Action Plan 那也很高興就是 國發會跟外交部都同意了這件事 所以如果大家去找就是開放政府 在國發會有個網站的話 那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開放政府 夥伴關係所需要那種承諾 那國家的承諾事實上 我們也組成了一個小組 那很快就會去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樣的深化 包含在行政院裡面 以及我了解在立法院那邊 他們也簽了一個開放國會 那我們怎麼樣在年底之前 可以一起往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重新再連結一次 那這一次的連結 希望就可以比之前要來的 stable 來的穩定一些 國發會的開放政府 對開放政府 夥伴關係的一個專業 它有一個專門的page 這邊剛剛同正委所提到的這一塊 在立法院也有在推動 那我們沃草有參與其中 希望我們可以貢獻我們過去的 相關經驗在這裡面 然後走看 這番的推動進去 那這邊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其實我們公民的力量是很龐大的 我們可能在過去的時候 可能受到國際的打壓 所以在之前 在以前的時候那時候 國發會他們很難進到 開放政府國伴聯盟裡面發生 不過我們在沃草我們本身 我們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辦了第一次的國會松 我們在國會裡面辦了第一次的沃草 那那個國會松的活動 就上了開放政府夥伴聯盟的 國會相關系列的活動裡頭 這時候就比較像說 那個 我們不應該把所有的事 就是政府做很多事 但有些我們也可以一起來 一起來做 一起來完成它 所以我們那時候經驗就是發現到說 可能政府受到了許多 國外勢力的惡意的封鎖 但我們民眾也可以試著做一些事情 那像我們那時候就是 我個人覺得是一個很棒的案例 我們突破了國際的封鎖 和自己公民團體的身份 那讓大家在那邊看到台灣 那在這邊的話就會變成說 其實出教我也就會覺得想要回到 像現場參與的朋友 還有正在看直播你 或是未來看到這段影片的你 我們這輩的人 我們這輩的人我們沒有經歷的資產 就是台灣經濟奇蹟 還有資產大爆發的那個時代 我們可能不是有那麼多的錢 我們沒有很多資產 我們沒有不見得有房子 可是我們都有鍵盤 就是身為網路原生代的我們 我們相對的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鍵盤來做些事情 那在這邊的話很容易的是說 我們大家沒有所謂的高低資分 而每個人他有什麼想法 我們都可以發起 那無論成功或是失敗 那我們都可以藉由這個 這個鍵盤這個武器 然後試圖來發射 因為我講個比較具體的比方好了 因為像說以前我們想要讓別人 聽到我們的想法看法 我們可能要很努力的 投出寫專欄 或是要上節目之類 或是我想要讓大家看到這些事情 我要開一下電子公司 天啊我要多少錢多少資本了 那現在這些相對的門檻都降低了 那現在因為我們有著鍵盤的關係 那我也相信看這段影片的你 應該是相對的關心公共事務的 那在這邊的話我會期許說 主角絕對不是只有我 或是唐鳳正偉 還有你們所看到的許多成功案例 我也更希望的是你也加入進來 然後發起相關專案 你也是成功的那個人 不管是因為是年齡的關係 還是因為是領域的關係 所以其實比較不了解 其實有很多資源 從臥草到國發會等等 許多不同的資源 在這邊的話甚至 大家也不用壓力那麼大到 鍵盤救國這個等級 其實我們路邊巷口 尖角的小狗之類的 我們也可以透過鍵盤來幫忙做一些事 例如在相關的社團 告訴大家說現在有這件事發生 有誰可以幫助他 你可能就拯救了一條命 鍵盤發聲 它就是多了一個發聲的方式 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討論 也差不多到最後了 還是兩位有最後的話要說嗎 就是還是一樣八個字 你醒你來 不行我來 我覺得這個是算是今天的 這樣一個小的summer 如果是我的話 那就是不變的初衷 不斷的溝通 知道自己的不足 透過我們每個都有的鍵盤 但成功不見得要只有在我個人身上 而是邀請大家一起加入 那一起做我們心中認為的美好的事情 我覺得今天聽到其實鍵盤救國 或者是鍵盤救做事 鍵盤做事 其實是按照每一個時代 不同的科技的發展 它的發生 我們發生的方式都不一樣 2008年有它的方式 2014年有它的方式 現在2020年有我們的方式 20之後明年後年還會有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希望這個是大家可以繼續每年都去探討 今年發生了什麼事 今年的科技 又如何改變我們做事情的方式 接下來 先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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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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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放輕鬆一點好不好 好嗎 這邊主辦大妹有幫我們整理了幾個想考兩位 因為兩位都是網路上的達人 的傳奇人物 所以想考驗兩位對現在的網路用語的熟悉度 好嗎 好緊張 因為這種變動很快 應該還好 第一題 五題很簡單 第一題就是 史密斯 什麼意思 非常快 太簡單了對不對 什麼回事吧 什麼回事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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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講快一點的 什麼意思 現在很多都是這樣形成的 就這樣 就這樣 有一個類似的是 就是 英文 U C C U 你看看你 對 而且還會配一個表情 對 這兩位都非常熟悉 再來 甘蔗男呢 先甜後炸 桃孟真偉真的很強 他才是資深香檸法 再來一個食物的甘蔗 不然你要倒著吃就先炸後炸 我都不用解說 非常簡單 非常開心 咖啡男 不知道 咖啡話 咖啡話 咖啡話就知道 就是 就是 就是喝了這個 加了很多料 的咖啡之後 會講出來的話 就是好像言不及義 這樣子 下扯的意思 這樣 聊聊只是最後不知道是什麼 對 對對對 好來喝杯我的咖啡 哈哈 我發現這是氣泡水 應該只有咖啡音而已 對對對 最後一個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這個叫 相極的愛情 你要造句嗎 相極的愛情 各位都了解嗎 差不多有一個沒有點頭了 如果如果再用相極的愛情來造句的話 一定會被很多人想要分手相極的愛情 喔 怎麼這樣 他其實說任何東西 之前在網路上有人在問說 詩怎麼寫 那他就說你把任何的東西 任何一句話 後面加相極的愛情 就會守詩 然後這樣我們也發現很快 大概兩三個禮拜之後 大家就非常 就是 因為這梗太氾濫了 後來 立刻就消下去 就很少用 是一個順起順落的梗 你也要造個句嗎 我還好 還好 我還好 還好 像極的愛情 今天講一個小時 國家也一樣 像極的愛情 好 謝謝兩位過關 謝謝 我們節目的尾端就是開放題目 開放問答 讓觀眾朋友有機會也可以讓我們的來賓 來回答一些問題 我們先從網路上的問題開始好了 網友提問給委員 未來會如何繼續整合工部門與民間的能量 來幫助台灣或是產業的發展 非常好的問題 當然這個是可以開可能三天的seminar 那現在你好 快答 不是很容易 但是有一些關鍵字 就是包含我們DigiPlus的這個想法 就是說國家創新經濟 那現在即將邁向第二期 那所以大概就是四個方向並重 而且誰也不能犧牲誰 那DigiDIGI 就分別是Digitalization, Innovation, Governance, Inclusion 那所以分別就是說去確保說大家都能夠存取到數位化的服務 但是這個中間是以民間的創新為主 但是民間的創新呢 也必須要導致我們治理結構的創新 而且這個中間還不能拉掉未來的世代的人 不能說我們這個世代都覺得很好 但其實是犧牲未來的人 那所以這四個部分只要能夠並重 我相信有越來越多的想法可以從民間出現 變成我們治理結構的部分 我們在網路上還有其實今天有LINE跟臉書的網路的不同的觀眾 那如果是沒有今天沒有在LINE看到的觀眾 就不好意思 不過我相信兩位其實都還蠻開放的 就是可以聯絡到兩位對不對 當然 我臉書是用本名 我的臉書是用本名 所以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敲我 那就原則上我看到的我一定會不會 我是用推推比較多 但是臉書也有 那也是用本名 那有藍公公的那個 因為沒有人很多 所以藍公公那個是我 好那我們接下來開放現場觀眾發問 觀眾有沒有想要問非常急迫的非常 我以後藍公公大陪我 對沒錯 任何問題 好你前面的先生 謝謝 因為剛剛討論了很多關於PTT上面的東西 那我相信很多的力量都是從上面的地方來的 但是其實這幾年大家也都發現上面很多的所謂的帶風向 操作網軍 所以很容易就是 也有人說在上面其實真正在發言的大概只有10% 90%可能在觀望 那所以很容易被這樣帶風向的時候 不管是公眾議題 還是所謂裡面的領導的主事者 怎麼去判斷這些東西 是 我想任何社群都是寫的人是10% 看的人90% 這叫power law 任何社群都是長這樣 那但是PTT的一個困難就是說 之前有一段時間因為很難去做帳號的實名驗證 那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都是本來有帳號的人 而且尤其是登入次數到一定程度的人 在主導討論 那這個看任何 有一點年紀的社群都很容易變成這樣 不一定是被政治所掘取 也可以被很多東西所掘取 所以我是覺得確實 PTT如果要繼續永續下去的話 它還是要有一套方法 能夠讓人去知道說這是一個真人 然後真的新的帳號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既不會好像說 我是要實名發言 那這樣很多WITHER BLOWING都吹哨 大概就不會發生 但是也不可能變成說 你看一千個假帳號 完全不需要成本 那所以這部分 我也是覺得這實品 一定很需要來解決的一件事情 那之前其實也有跟戰友 聊過這方面的事情 我是覺得要 就是打造一個好的環境 要花很久的時間 可是要 回話它 就真的是很快 像 最簡單要讓大家不看一篇文章的話 我知道前面的幾個我的發言 都是那種 例如說我罵髒話 然後我個人這樣之類的 我可能 在一邊可能就會沈下去 沒有人看 最後就被洗掉了 那在這裡的話 我覺得也很實際的 會就會是說 第一個是先就PTT本身來講的話 它的功能 相關的機制 能不能夠符合現在的情況 例如像是在十年前 十多年前的時候 這樣子推虛輪的系統 我覺得是超酷的 然後之後 而且我本身也會很會說 假設我文章被推爆的話 我覺得很酷很棒 但是現在的話 推虛輪反而變成 它帶風向的一個工具 那所以反過頭來的話 那我們參考國外的溫潤展 可能是透過評價的方式 那只能評價一次 而不會像推文 我可以不停不停的推 然後來創造一些這種各種數字 那簡單來說就是 我是覺得可以透過 一些的機制的導入 讓相關的這個社群 能夠繼續回運下去 而反過頭來則是也是 只是很殘忽的是說 只是如果這些機制沒有 沒有能夠導入 或是說今天這個相關的 這個社群的機制 都是維持過去十年來的狀況 那一路一路這樣下去的話 那自然而然 一定就會有新的社群崛起 那使用者不停的轉移 那這邊也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說 不用把它把任何網友 直接貼上去 它是PP的鄉民之類的這個信號 就是它還是它本人 只是我不確定它未來會活躍在哪個論壇 但我相信它都會有影響力 市長還有什麼問題? 前面先生 第一排 就是我比較想要了解說 像現在大學生比較流行 就是用Dcard 然後在比較中老一輩 或是中生代的人 比較常使用的是臉書的那個社群軟體 那其實在Dcard也要 或是在Facebook也要 他們其實帶風向的情形 我覺得還蠻嚴重 那就你們這個比較網路的那個 比較算開發的人來說 你們會對風向這個東西影響到真正的 原本的意思會差的很大嗎?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很難以代而論的一件事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有一個 就是大家都能夠去唱所欲言的一個環境 那勢必就像剛剛講到一定程度的匿名性 那是不可避免 那Dcard也是如此 那但是同樣的在一定匿名性出現的時候 當然就有帶風向的可能 因為可以有很多個人裝成 就是同樣這個一氣呵成的這樣子 就是快速的推文也好快速的留言也好 那把看的人的這個想法去帶到別的地方去 但是其實很多都是因為他的這個回覆的這個按鈕 所以如果回覆的按鈕是很容易把人的就是注意力帶走的話 那其實你對於這個正文想要看討的這件事情 就不會花那麼多的一個力氣 那其實這個我們就可以看FB新版的介面 跟他舊版的介面 他在新版的介面上面 其實推文的那個權重就大幅的縮減 就是他的那個回覆的地方 能夠影響到你看到主文的這個篇幅變得小很多 那這個也是在很多人的回應之下 等於他們對他的介面去做的修改 那還有就是說 以前的那個在FB的舊介面 什麼東西包含他的icon 都是方形的嘛 那現在什麼東西都變成圓形 就是很像Instagram 那這樣子可能也是希望大家在回覆的時候 比較不要那麼有靈有角 比較就是 比較圓一點 所以就是說 其實真的很多這種小的介面的細節 是可以影響大家在網路平台上面的行為 那我覺得PTT可貴之處在於它是開放的嘛 就像我們國發會的join平台 也是在大家不斷的feedback之下 那我們好比像說 就是你提一個連署提案 好比像說 珍珠奶茶不應該用塑膠洗管之類的提案 這是一個真正的提案 那然後在底下當然會有推有虛 那但是我們那時候就是 推跟虛是分開放 放在兩邊 而且不會去算他的那個怕數 那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其實就算你覺得推的這邊沒有道理 你也不能人身攻擊他 你只能在虛的那邊去提出你的更好的理由 希望別人把你推上去這樣 那所以在這樣子就是分兩邊 而不能交互回應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就事論事的就會扶上來 比較不就事論事的就會沉下去 那在群國科學會議的那個台灣普拉斯的介面也是如此 所以好像還是我早設計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就是作為空間的設計師 現在是花了很多的時間去想說 大家在一看到的時候 怎麼樣不會被帶風向 而就是見不寫內自行 就是你剛剛提到那些會被帶風向平台 他們自己要嘛改 那要嘛如果不改的話就是警惕我們吧 就是讓我們不要去做像他們那樣子的一些 見面的設計的選擇 然後我這邊是認為說帶風向 絕對是會有帶來很大的影響 這也是為什麼這兩三年來資訊戰 這議題開始成為 就是台灣我們主要有在討論的一個議題 那先就我們自己的沃草本身來講話 這邊我會歡迎大家 就來看我們沃草過去我們跟沈寶陽教授所合作 針對資訊戰有推出一系列的影片 那或是我們自己本身有試著來做一些挑戰 新媒體的挑戰的創新的創新 例如說我們在市長辯論會和總統辯論會的時候 我們在直播過程我們推即時的事實查合 確認說他講的東西是對還是錯 那這時候回到說在整個網路的大環境或是社群投話 今天我們要避免今天是只有假資訊 或是資訊商被帶走的時候 這時候其實那種影響力最大或是殺傷力最大 都是在封閉性的群組 例如像是LINE 就是大家可能有沒有看到朋友或是長輩 一個假資訊傳來傳去 那相對的話 就是說今天在一個開放的群組的話 其實在這邊則是回過突然是說 今天如果參與者越多的話 那越可以來平衡相關的現象 因為我們看到有人要帶風向可是有專業的鄉民來打點他 甚至有專業的鄉民直接整理出說 某些帳號他發過那些文 他的IP是什麼 全部指向是誰 或者之類的 就有很多鄉民的意外 可是這邊前提都會是在於說 要有很多人參與 所以那這邊的話 這個回到剛剛提到的PTA問題的話 因為現在還是很難註冊 那對 這個也是希望相關的可以改變好 那我再問我自己最後一個問題 剛剛其實兩位觀眾有問到的是 在網路上平台給社會帶來的風向 我自己其實蠻好奇您個人 人因為您其實也兩位都非常的 在社會上影響力都非常強 所以我想了解是什麼在影響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在讀什麼書 還是最近看了什麼電影讓你有很深的影響 我最近看的電影是叫天能 然後看了之後就睡了十個小時 然後醒來之後就一切都很清楚 整個都看懂了 因為我沒有時間再看一次 叫什麼叫什麼 Tenant 喔 叫天能 對對對 因為沒有時間再看一次 那天能對我有什麼影響嗎 大概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把永續做好 如果我們是只為了這一代的福祉 而犧牲下一代的幸福 那下一代就會對我們發起前行公事 就是照顧好笑一代 我最近沒看什麼電影 不過就是因為現在就是網路很發達 尤其是我每天都會帶著平板組來走去 所以我在任何的空檔 無論是等電梯或是搭檢員 或是各自跟他會議的空檔 我手上都是拎著平板的 那變成是說 在這邊我想描述的是一個行為 就是我已經變成是很習慣的拎著這樣的一個工具 那接下來的時候 而這時候我透過這個工具 然後每天來看 無論是各種論壇 那或是說各種網上的文章 或是說今天朋友們 或是和我立場理念不同的社團在討論什麼 那這時候我藉此來 了解這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那無論是我這時候挑戰自己 或是讓我可以來決定下一步做什麼 但這一切都建構在說 因為現在就是智慧型的裝置很方便 所以這時候可以讓我來很快速的 大量接受虛弱的資訊 而進一步的規劃下一步的行動 感謝兩位 今天非常非常厲害 謝謝大家 謝謝主持人 謝謝大家 我們離開前 請兩位貴賓來做一句的總結 對於我們今天談到的 建盤救國這件事情做一句總結 這個總結到最後會露出在實體活動的一個文字版上面 OK剛剛說那個不行我來好像有一點點就是Ego 我把那一句拿掉好了 我們現在改成開門造居你行你來 我的話跟剛剛差不多感覺好像老感到 不變的初衷不斷的溝通 不只鍵盤救國我們可以鍵盤做很多事情 非常大的啟發 而且今天欄位也帶給我們不同的 很多新的資訊 還有新的資源 一些其他東西的工具 當然科技就是今天長這樣子 明天又會不一樣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明年後年 現在我們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感謝各位 參與今天的EW Talks改變正發聲 然後現場的朋友 以及在我路上的朋友 也別忘了 下一場 10月6號週二 晚上8點到9點 主題是 瘋狂QE 感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